穷查理的普通尝试读后重点整理 1. 蒙格一生提倡逆向思考 他的风格带有反凤或双重否定的语法 2. 这是一本关于查理蒙格的汇编 收集了蒙格的学习方法、决策过程和投资策略 3. 巴菲特给大家提供了几条如何选择合伙人的建议 首先,要找比你聪明、更有智慧的人 再来,这个人要正直又勤奋 若这个人聪明又勤奋,但不正直 那你的公司会走上毁灭 就像任何东西成上零都会归零 4. 蒙格不会猜测市场 在80%的时间里 他对股市的态度是保持不可知 5. 蒙格认为生活决策比投资决策更重要 他注重来自各种学科的思维模型反复出现 但从不关注商业投资组合策略 β系数或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他以基本的公理、人类的成就、人性的弱点 以及通往智慧的崎岖道路为中心 β系数是一种度量资产系统性风险的指标 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参数之一 他用来衡量一种证券或投资组合相对于母体市场的波动性 简单来说 如果一档股票的贝塔等于1.2 则表示大盘指数上涨1% 该股票会上涨1.2% 6. 蒙格说 就像凯因斯一样 我想通过发财支付来获得独立 对查理而言 独立是赚钱的目的 而不是反过来 7. 长期而言 股价一定由公司的价值决定 就像绑着狗练的狗通常跟着主人走 聪明的投资者应在股票价格远低于公司实际价值时买入 然后在价格接近或高于市价时卖出 更好的方法是持有一辈子不卖出 8. 一般投资人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在投资理念上基本遵从一些我认为是脑子坏掉的理论 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 认为股价的波动等同于真实的风险 判断你的表现主要看业绩的波动性 我觉得跟他们谈话简直是对牛谈情 在我看来 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价格的波动 而是投资未来是否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 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 其实是机会 不然要到哪里去寻找便宜的股票呢 9. 虽然巴菲特和蒙格非常成功 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实际做法与他们完全相反 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人接受两位老先生的理论 对他们非常敬重 但实际上却南辕北辙 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 他们仍然接受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 市场总是对的 这样的错误理论 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奇谈怪论 10. 如果同时进行做多和做空 要控制做空的风险 就必须不停地交易 但是 如果不停地交易 就根本没有时间真正去研究一些长期的投资机会 得不偿失 11. 我可以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和了解公司上 无需纠缠于股市价格的浮沉 12. 逆向思考 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 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得到幸福 查理首先研究人生如何变得痛苦 研究企业如何强大 查理先研究企业如何衰败 大部分人关心如何在股市中成功 查理却最关心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股市中失败 查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 不断收集各种人物 企业以及政府管理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人类失败的著名案例 查理的这种思考方法来自于一个农夫艳语 我只想知道艾尔会死在哪里 这样我就不去那里 13.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 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 也没有任何教条 他有像儿童一样的好奇心 又具备一流科学家的研究素质和方法 一身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感兴趣 任何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用正确的方法 透过自学完全掌握 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 14. 近代许多一流的专家学者 能在自己的狭小研究领域内做到相对客观 但一旦离开自己的领域 就开始变得主观 教条 僵化 甚至失去自我学习的能力 所以大多免不了瞎子默向的局限 15. 在查理看来 宇宙万物都是相互作用的整体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个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 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 换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 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 所以他提倡学习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 16. 巴菲特曾说 格拉汉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 查理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 要把我从格拉汉的理论中拉出来 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 查理扩大了我的视野 17. 和巴菲特相比 查理的兴趣更为广泛 比如他对科学和软科学几乎所有领域都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 透过融会贯通 建构出原创性的蒙哥思想体系 18. 查理说 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 而不希望自己被孤立 19. 查理说 我手中只要有一本书 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20. 查理一身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 因此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理解 他认为人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一生不断提高修养 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 这种生活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 在外人看来 查理像苦行僧 但在查理看来 这个过程其实理性又愉快 能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21. 查理的成功主要靠投资 而投资的成功又主要靠自我修养和学习 22. 查理本人乐于且善于教导别人 毁人不倦 他很欣赏孔子 特别是孔子授业解惑的失者精神 23. 今天我们也许不必在纠葛于中学西学的提用之争 只需要一方面坦然学习接受全世界所有有用的知识 另一方面 心平气和将无心归属于中国人数千年来共尊共守 安身立命的道德价值系统之内 感谢您提供宝贵的时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得到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此外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umfordzone.com以获取更多数据驱动的基本面分析 并加入我们的Discord社群与其他投资者一同讨论交流 最后 请大家有空帮我们做个三到五分钟的问卷 我们想要了解大家对手机 房子 车子与伴侣的偏好 感谢大家 问卷连结在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